大家好,我是湯元,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小电影女演员《泛导爱》的故事。 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涉骨驱警署接到一名女性报警, 说好几天都联系不上亲人《泛导爱》,所以让公寓的管理员开门查看, 没想到对方倒在了客厅已没了呼吸。 依据现场情况,警方推测已经过去一周了。 2009年2月4日,警方公布《泛导爱》因肺炎离世,享年36岁。 《泛导爱》19岁开始接拍小电影, 因着美丽可爱的外表宏极一时, 还因为在深夜党综艺节目中的一个大胆撩群动作, 被称为丁库女王。 她不仅经常上电视节目,在周刊上还有自己的连载专栏, 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艺人。 此外,泛导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提醒大家预防传染病。 她不仅被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喜欢, 在演艺圈的人员也非常好。 日本下海姐妹这么多, 能获得她这般名气和待遇的实属罕见。 因此,大家要称这一现象为泛导爱现象。 后来,她出了一本自传《柏拉图是恋爱》, 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海的经历。 此书已经销售变大卖, 获得了一百万本的销量, 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不过,在她看似光鲜生活的背后, 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孤独、无助和迷茫, 一生短暂而曲折。 泛导爱,本名大酒保松会, 1972年10月31日, 出生于东京都江东区的归户。 家里三个孩子, 她是老大, 家边有两个弟弟。 父亲是一名公司职员, 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 父母对她管教特别严, 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情奇书画, 样样清通的优质女孩。 父母认为只有这样, 女儿才能考上好的大学, 找到好工作, 嫁个好男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范导学习非常努力, 每次考试都会在年级前十名。 父亲的脾气非常火爆, 吃饭时, 碗筷拿得不端正, 或者手臂撑在了桌子上, 就要被父亲一顿教训, 孩子们都非常怕她。 在饭桌上, 一家人开心吃饭的时光非常少。 对于范导来说, 每天的吃饭时间不是在吃饭, 而是她跟父母的报告会。 报告今天在学校都学了什么, 都做了什么, 每天如此。 母亲虽然不像父亲那般凶, 但却整天唠叨个不停, 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小时候的饭导性格非常内向, 只有爷爷很疼爱他, 还会经常摸他的头, 爷爷家住得不远, 所以他经常跑去爷爷家玩。 小学四年级时, 饭导想和朋友去看一个电影, 但父母不同意, 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放了学就应该回家, 不应该在街上游游荡荡, 那是不良少女才会做的事。 但饭导还是偷偷去了, 后来被父亲发现, 被教育了一顿。 晚上, 躺在床上哭泣的饭导暗暗发誓, 上中学后, 一定要离开这个让他窒息的家。 上中学后, 饭导渐渐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他们大都很叛逆,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爱回家, 不爱上学, 常常在新术的歌舞伎丁游荡。 饭导非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不会有人要求他, 要这样, 不要那样, 这个能做, 那个不能做。 他感到了无比的自由和轻松。 1985年, 爷爷去世, 之前做生意欠下的外债都留给了父亲, 父亲的脾气变得更暴躁了。 饭导只要说错一句话, 父亲就会发飙。 也因为还债的事, 父母没有太多时间管他, 他经常和朋友们去歌舞伎丁玩, 不回家。 因为穿着校服, 多次被警察抓去做辅导, 然后通知母亲来接他。 回家后, 自然又少不了父亲的一顿教训。 那时候很流行去舞厅, 女生门票500日币, 就可以在里面随便吃喝待到早上。 一次, 饭导和朋友们去舞厅玩, 看到一个帅帅的男生, 对方身高1米8左右, 穿着时髦, 表情酷酷的, 手指修长, 握着球杆在打桌球。 饭导对他一见钟情, 他开始询问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人认识他。 正巧, 好友刚是男生的朋友, 于是介绍两人认识了。 男生叫龚腾孝泽, 在别个中学上三年级, 比饭导高一年, 每周都会来这里, 是这里的常客。 梁恩约好, 下周六再新宿见面。 龚腾的父母不太管他, 也因为工作繁忙, 经常给他零花钱, 让他自己解决吃饭生活问题。 所以他晚上不回家, 白天不去学校都没事。 周六晚上, 梁恩在新宿见了面, 然后一起去了情侣酒店。 那并不是饭导的第一次, 但去情侣酒店还是第一次, 而且是一个让他如此心动的男生, 饭导非常开心。 此后, 他们每周至少去一两次。 饭导家附近的酒店, 梁恩都去了个遍。 因为两人都在上学, 光靠男友的零花钱, 不足以让他们为所欲为。 所以他们都选择平日的白天时段去酒店, 因为只有那个时段比较便宜。 梁恩也因此经常旷客。 一天, 饭导又被盗到警局辅导, 母亲还是照常来接她。 她害怕回去后, 又被父亲教训, 所以刚出警局, 她就甩开了母亲, 坐上一辆出租车, 逃到了男友家里。 经过对方父母的同意, 梁恩住在了一起。 早上, 阿姨总会亲切地叫他们起床去上学, 梁恩满口答应, 但每次都睡到中午才起。 起床后点外卖, 吃饱后做双人运动, 困了又继续睡, 只有住电影光碟时才会出门, 每天如此。 因为男友帅帅的, 出门时经常有女生投来羡慕的目光, 然后说, 好帅啊。 每当这一时, 梁恩都会特别开心和满足, 把男友的胳膊挽得更紧了, 他希望两人能永远过上这样的日子。 一段时间后, 梁恩偷偷跑回了家, 从柜子里偷走了母亲的存折, 印章和衣服, 化上妆, 假扮成大人的样子去取钱。 在等待办理的时间里, 他非常紧张, 如果被发现是假冒的话, 后果可想而知。 几分钟后, 他顺利拿到钱, 慌忙离开了银行。 存折里的180万日币, 全被他取了出来。 至此, 他更不可能回家了。 当晚, 他和男友到新宿的酒店 开了一个总统套房, 透过窗户, 眺望新宿的夜景, 梁恩庆祝了一番, 准备迎接他们的新生活。 在叔叔的帮助下, 梁恩在祁育县租了一套房子, 开始正式同居。 房子是一个单间, 厕所是共用的, 房租每月2万日币。 因为没有空调, 寒冷的夜晚, 两个人只能抱着相互取暖, 但梁恩却觉得十分幸福。 那一年梁恩十六岁, 一上高一, 男友也开始打一些零工, 因为母亲的钱够他们花一阵子的, 所以两个人天天在家里颓废, 除了吃饭, 睡觉, 就是做双人运动。 男友也不再去上班, 梁恩也不去学校了。 叔叔知道后非常生气, 再这么下去, 梁恩不就废了吗? 于是把房子结了约, 梁恩没地方去, 只得回到了男友家。 自从回家后, 男友就经常和父亲吵架, 一天, 梁恩吵得特别激烈, 还干起了账, 母亲实在没办法, 打电话报了警。 听到警察要来, 半岛非常害怕, 他可不想又被送回家, 于是偷偷骑上阿姨的单车跑了。 他非常懊恼, 为了自保他不得不离开。 半岛骑车来到一条河边, 翻了翻口袋, 只有一百多日元, 怎么办呢? 他想到了他和龚腾的共同好友, 刚。 他给刚打了电话, 刚骑摩托车来接他, 把他带到了一群朋友呢。 里面大多士见过的朋友, 也有几个是第一次见到。 大家询问了龚腾的情况, 还安慰他说, 别想太多了, 想那么多也没用, 喝酒吧。 随后, 大家一起喝起了酒, 半岛则心不在焉地坐在稍远的地方, 想着男友的事。 不久, 男生们都喝多了, 又用了违禁品, 于是把他玷污了, 包括他所谓的朋友, 钢。 半岛逃到了一个电话亭, 他无数次打电话给龚腾家, 但却没人接听, 他没地方去, 只能躲在电话亭里哭。 电话亭对面是一栋14层的高级公寓, 他走进去乘电梯上了屋顶, 本想就此了结, 但看到那么高的距离, 还是害怕了, 思来想去中, 他在楼梯间里睡着了。 之后, 泛导借宿在不同的男性友人家里, 一开始, 大家都假装同情收留他, 可一到晚上就会爬到他身上要房租。 渐渐的他也习惯了, 只要能给他一个容身之所, 他便满足。 后来, 他听朋友说, 男友被拉去戒毒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 一段时间后, 他在广告上看到有酒吧在招聘, 一晚上能赚一万日币, 于是决定去试试。 他觉得, 只要陪客人聊聊天, 唱唱歌, 还有酒喝, 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事实证明, 他也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 而且在短时间内, 变成了店里的红人, 老板娘给他取名, 爱。 在酒吧赚到钱后, 他开始打扮自己, 穿性感的衣服和时尚的鞋子, 频繁地出入舞厅, 交各种各样的朋友, 然后去对方家里借宿。 一天, 他和朋友从舞厅出来准备回家, 路上被一个开着奔驰的男人搭讪, 想请他们去吃饭。 男人三十岁左右, 手上戴着劳力士表, 肩膀背着一个移动电话, 梁本来不太想去, 但看到对方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于是就答应了。 男人叫石川秀之, 自称是一名医生, 但具体做什么不太清楚。 当天吃完饭后, 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 关系也渐渐熟悉, 石川把他们带到了自己家。 他家住在士田谷区, 一个非常豪华的公寓, 家里非常大, 一个月的房租四十多万, 他把多余的房间给他们住, 还经常带他们出各种豪华消费场所, 全都是贵宾包间, 让他们不用考虑价格的问题, 拿出金卡给他们随便刷。 不过, 石川对饭导他们也没什么要求, 可能只是太寂寞了吧。 不久后, 石川做名义人, 借钱给饭导租了一套房子, 房子位于东京都的木黑区, 一个月十三万日币, 又宽敞又明亮, 饭导非常喜欢。 有了安定的住所, 饭导决定好好找份工作, 想去六本木的高级酒吧试一试。 之前的上班的酒吧只是一个小酒吧, 一天能赚一万日币, 但六本木的高级酒吧, 一天能赚两三万。 通过面试, 饭导很快上了班, 也很快熟悉了店里的工作。 来店里消费的客人非负责贵, 为了跟各种各样的客人谈上话, 女孩们都非常努力, 一有时间就会读书看报, 也得女孩为了获得业绩, 不惜用身体交换。 在酒吧里, 饭导是赚到了一些钱, 不过当时才16岁的她 并没什么存钱的概念, 每月除了交房租之外, 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了名牌衣服和首饰。 休闲时间, 饭导会和店里的女孩 去六本木的夜店消费, 因为那些地方经常会遇见男明星, 这也是他们去那里的目的, 他们觉得和明星一夜情, 可以成为他们的谈资。 虽然对明星来说, 他们只是寂寞的消遣罢了, 但他们不在乎, 饭导也在这样纸醉精密的世界里, 渐渐迷失了自己。 因为自己赚钱了, 他觉得石川也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 于是开始冷落石川, 石川很不开心要他还钱, 但他根本没有钱, 所以他和石川睡了。 转眼, 饭导来到了17岁, 因为年龄暴露, 他不得不离开六本木的酒吧去了银座。 银座这家店待遇不错, 一晚上可以赚到4万日币, 但要求也非常严格, 迟到要扣钱, 不完成业绩也要扣钱。 迟到30分钟, 当天就别来了, 下次来的时候把罚款交上。 为了完成业绩, 饭导不得不每天出勤, 拼命约客, 上班前要去美发店做发型, 穿和服, 下班还要陪客人去吃饭, 这对自由惯了的饭导来说, 太痛苦了, 所以没多久他就不干了。 因为没有存款, 饭导又开始发愁了, 身边的朋友有的被大叔包养, 有的去了风俗店上班, 但他两个都很排斥,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去了一家按摩店上班, 专门帮人撸撸, 虽然赚的钱没酒吧多, 但很自由, 工资日节, 赚了钱他就去夜店挥霍, 没钱了又回来上班, 不想上班又没钱的时候, 只能拿以前买的名牌包包和首饰去当, 实在没钱时, 就在街上等男人来搭讪, 然后让对方带自己去消费, 一天, 石川打电话约饭导出来玩, 车副驾上还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饭导以为是石川的朋友, 简单寒暄之后, 三人一起去吃了饭, 男子叫姓伊, 长得眉清目秀的, 很对饭导的胃口, 饭导感到了久违的心动, 不久, 两人就开始了交往, 但一段时间后, 姓伊的行为却变得很奇怪, 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 姓伊都没有和他亲密了, 这一天, 饭导洗了澡, 穿着性感的睡衣在等他, 但姓伊却没有碰他, 饭导实在忍不住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为什么不和我做? 姓伊没法回避, 只得告诉他自己下边有病, 但没钱去医院, 饭导问他这病怎么来的, 但姓伊却不肯说, 饭导没办法, 治病要紧, 所以把他带到了医院的泌尿科, 帮他交了两万日币的治疗费, 之后他去找了石川, 石川一开始也不肯说, 但最后还是绷不住了, 原来, 姓伊在新宿的一家酒吧上班, 那家酒吧不仅卖酒, 还卖特殊服务, 客人不分男女, 两小时八千, 一晚上两万, 石川是姓伊的客人, 而石川可以直, 也可以弯, 饭导听完后, 久久说不出话来, 回家后, 饭导的姓伊大吵了一架, 姓伊才坦白, 因为欠有高额债务, 不得已从事了这份工作, 说完, 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看到这样的姓伊, 饭导很心疼, 他不想离开姓伊, 于是让姓伊把工作辞了, 自己去工作帮他还债, 到后来, 姓伊的要求也越来越过分, 一会儿让饭导给他买这个, 一会儿让饭导给他买那个, 还要去国外旅游等等, 虽然饭导也怀疑过, 姓伊是否真的有欠债, 但他还是选择相信, 只要能让姓伊开心, 他就全力以赴, 为了多赚点钱, 他开始陪大叔们去酒店, 而最后, 姓伊却拿着他的钱去和别的女人约会, 两人分了手, 饭导非常伤心, 又去新宿租了一个男人, 男人叫梁建, 性格非常开朗, 健谈, 他和姓伊不同, 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 如果客人不想交易, 也可以约他出来吃饭, 喝酒,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距离, 让饭导感觉刚刚好, 所以他经常找梁介出来玩, 两人什么话题都聊, 梁介对事物也看得很开, 他鼓励饭导, 趁年轻时多赚点钱拿去享受, 活在当下, 这样才不枉此生, 饭导也觉得很有道理, 勤到农时还一起做运动, 但两人始终恋人未满, 因为他心里还在想着信医。 1990年12月, 为了转换心情, 饭导去了纽约旅行一周, 在那里, 他认识了一个在那边留学的日本女孩, 马里子, 马里子带他去了很多有名的夜店, 有个店很特别, 还要穿过红灯区。 那晚非常冷, 强风吹过时, 还会把路上的套套吹人脸上。 酒吧里随处可见在做运动的人, 这一切对于饭导来说是这么的新鲜和刺激。 那一年他18岁, 离开的前一晚, 马里子来酒店找饭导, 告诉他其实自己喜欢女生。 哦, 饭导也不敢多想, 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 第二天, 饭导搭乘最早一班飞机飞回了日本。 在飞机上, 他想了很多, 他好羡慕马里子能这么自由洒脱的生活, 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心中也有了一个留学梦。 可回到日本后, 他就被七位素的借款给拉回了现实。 怎么办呢? 在迷茫中, 饭导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1991年7月末, 有个叫健二的朋友找到他, 问他要不要去拍小电影。 他女朋友吉春也在拍小电影, 而且还做起了经纪人, 专门给制作公司介绍女孩。 没介绍成功一个, 吉春就能收到上百万的报酬。 坚而把饭导带到了吉春家, 吉春家非常大, 装修豪华气派, 像法国贵族们住的一样。 饭导惊呆了。 怎么样, 今天就签约吧。 你这么可爱, 一定会火的。 到时候一定能赚很多钱, 有了钱你想干嘛就干嘛。 饭导一直没有说话, 也没有马上答应他。 小电影以前很难有看过, 但自己要变成女主角, 心里还有点不能接受。 不过, 自己真的需要钱。 回家后, 他算了算自己的外债, 旅游欠款, 欠三百万, 酒吧欠两百万, 是之前客人奢的账, 如果客人不还, 女孩子就要还。 还有想去美国留学的三百万, 搬家和生活费等, 估计要准备一千万才行。 经过三个月的考虑, 他和吉春介绍了公司签了约, 拿到了一千两百万的现金, 额约三个月, 其中的两百万是给他做准行用的。 饭导把自己要拍小电影的事告诉朋友时, 朋友们都非常反对, 你真要去的话, 我们就别联系了。 饭导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签约了, 为此, 他和大多数朋友都决裂了。 10月31日, 饭导19岁, 生日派对上, 他收到了一个男生的祝福, 对方叫敏芝, 是一个DJ, 饭导一直对他有好感, 只是之前各自都有交往对象。 他听说, 明知现在是单身, 于是给他打了电话, 明知也喜欢他, 两样第一次约会就回家一起探讨了人生。 几天后, 明知住进了饭导家, 每天回家走到楼下, 都会看到家里亮着灯, 走到门口, 明知都会出来接他, 饭导感到非常温暖, 他又恋爱了。 不过, 在前不久他已和公司签了约, 如果解约的话要赔很多钱, 而且还有很多借款要还, 饭导只能硬着头皮做。 不过, 这个职业生命周期非常短, 大都在半年到一年之间就结束, 长的话能做到两年, 能一直活跃下去的非常非常少, 很多人隐退后都只能去风俗店上班。 不过, 这些他都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没什么好怕的, 他也不想成为人气女王, 也不想成名, 只想多赚点钱去美国留学, 这是他的初衷。 所以在片场上他很任性, 经常无视脚本, 拍摄也很敷衍, 还没拍完就要下班, 所以要回去买菜做饭, 让导演很无奈。 化妆师劝他, 还是不要太任性, 这样工作人员会不喜欢他。 但饭导根本听不进去, 反正做完这三个月他就走了。 影片拍好后要宣传, 公司帮他接了一个电视台深夜档的娱乐节目, 他非常抗拒, 因为害怕上电视父母会看到, 但公司的人说, 那么晚播出的节目, 你父母应该早就睡了, 没事的, 脸红带片说服了他, 因为长相甜美, 声音性感, 半岛获得了节目的长期邀约, 这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曝光率, 让同行们都羡慕不已, 公司的人也只能对他客客气气的, 不久, 明知就知道了饭导的工作, 他希望饭导不要做了, 但饭导实在没办法, 他答应明知, 合约到期就不做了。 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 就在饭导庆幸, 马上就能和明知开始新生活时, 公司又给他开出了诱人的条件, 再做三个月, 两千万。 饭导想到, 如果能再赚两千万, 他就能和明知过更好的生活, 于是, 没和明知商量就答应了, 为此, 梁经常吵架。 随着人气的增加, 饭导的工作量也越来越慢, 再加上明知是做DJ的, 和饭导的工作时间相反, 除了睡觉时间之外, 梁只能在吃早餐时说说话, 这样的生活, 让两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无奈。 明知只想和他过平凡的生活, 但饭导却希望能多赚一些, 以后两个人一起去纽约。 期间, 饭导怀孕了, 但他不能生下来, 公司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做, 所以他只能去医院做了手术。 这件事给明知的打击非常大, 最终明知选择了离开。 不过他没有明确提出来, 在饭导出门上班后, 他收拾好行李, 默默地走了。 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关系就是男女关系。 没有了明知, 饭导又开始颓废起来, 当初留学的梦想也被他抛在了脑后, 而原本只想短暂停留的工作, 他一干就是三年。 1994年, 22岁的他宣布隐退小电影, 靠着鸡展的名气出演电视节目, 做公益, 开公司。 在生活的历练和打磨中, 他早已不是那个任性的小女孩。 1995年的一天, 饭导接到了一个电话语音留言。 是你吗? 电视上的是你吗? 不是你吧? 回家后给我回电话。 是母亲的声音, 她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她都看到了什么? 是我以前的影片, 还是娱乐节目? 我要怎么跟她交代呢? 之前拍片化妆时, 为了不被父母发现, 饭导都会故意遮住身上的痣, 用的都是假的年龄和名字, 还故意去做了美容晒黑。 自从14岁离开家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现在都快过10年了, 应该不会被认出来吧。 怀着忐忑的心情, 饭导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是我? 真的是你? 现在过得好吗? 母亲的一句话, 让饭导死许万千。 从离开家的那天起, 饭导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 很久以前, 弟弟拿过一本杂志给母亲看, 指着上边的一个性感女郎说, 这是姐姐吧? 母亲觉得不可能, 笑了笑说不是。 直到最近, 她在电视的竞裁节目中看到了饭导, 才确定, 饭导就是自己的女儿。 多方打听后, 她得到了饭导的联系方式。 母亲并没有责怪饭导的意思, 如今, 她只想饭导能回家看看。 回到家中, 一家人围在桌边聊天, 饭导给父母的杯子倒上酒, 父亲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尖锐, 母亲也不再唠叨个不停。 他们为自己错误的教育方式 跟女儿道了歉, 女儿以为自己的叛逆出走, 感到后悔, 一家人兵事前嫌。 不久后, 一个朋友告诉饭导, 石川去世了, 原因不明, 几天后才被家人发现 倒在家中的客厅里。 听到这个消息, 饭导有些伤感。 石川才三十多岁, 自从上次因为信义的事吵架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虽然饭导还是有点生气, 但石川始终是他的恩人, 在他落魄时, 确确实实帮过他。 人都会离开, 离开了才知道没有办法报恩, 离开了才学会感恩。 28岁时, 饭导完成了他的自传, 柏拉图是恋爱。 2007年3月, 因身患疾病, 宣布正式退出言语圈。 从小, 父母严厉刻板, 他曾对亲情绝望。 流落街头求助朋友时, 却被无情欺负, 他曾对友情绝望。 为爱奋不顾身, 却终不能圆满, 他曾对爱情绝望。 一生求爱而不得。 2008年12月, 因肺炎在家中离世。 葬礼上, 1500名艺人朋友出席为他悼念。 我一直在寻找爱, 从我出生的那天起。 那么, 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类的故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安全。 我是亨元, 我们下期见。